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身高超过120公分 而且富丽堂皇 然后他们的衣服 其实真的是美到 让你眼睛真的是没办法离开 真的是非常的闪亮 然后男的俊女的美 简直是真的是作为偶像 真的是非常的称职 那今天我们赶快来欢迎三妹堂创意木偶剧团的 小金老师严仁洪先生 大家好 我是三妹堂小金老师 是 然后另外一位呢 是三妹堂木偶剧团的超偶师 他同时呢也是来自布袋戏偶的家庭 也是布袋戏团的家庭 来 欢迎多多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多多 是 欢迎 先来谈一谈 你们在创作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系列 那像譬如说 财神爷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创作出来 因为他显然不是一出戏里面的偶像 然后殷后 为什么是有一个剧 真的里头有一个角色就是殷后吗 来 跟我们 请小金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先说一下天管好了 就是 其实我们三妹堂一开始是以展览 在美术馆跟博物馆展览 所以不是演出 不会演 可是后来真的好多人来看展 然后我们每次展览人潮都破纪录 所以邀请我们去展览的团体 都会希望我们有演出 那不会演 那只好找 刚好有认识多多 他们家是云林的云龙阁长中剧团 然后他爸爸是王金贵团长 是现在也都变成 叫出名字来的 现在也都变成我们的团队 真的 对 就是他们 你三妹堂也太厉害了 国宝级的超偶师都到你们剧团了 因为我们后来演出越来越大场 然后像我现在写音乐剧 就一场要演两个小时 要用到三十几个角色 所以我们超偶师都永远不够嘛 那请不到别人 当然就是先把多多家的这个博宝挖来 这样 其实很多人都说 可以看到我们 一只两在同台标系 是这样过瘾的事 真的 真的 不过就像你们上次提到说 每一尊都要有超过十公斤 所以对你爸爸来讲 你爸爸现在有 应该超过五十岁了吧 有 那那个是个体力活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 不是不带戏重 就是很吃力的事 其实不管在演戏的过程中 你还是 是怎么讲 他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 不只是体力 还要考验你的机制 还有那个临时的应变能力 没错 对对对 因为那个角色要灵活的话 他就要真的像人一样 对 人就是活的嘛 所以真的他会摇头晃脑 然后他可能手上要做什么事 然后这个脚也正在走路 或者是正在跳舞 或者踢腿之类的 总之就是说 人会做的动作 偶也要能够做得出来 而且还要做的优美 还要做的像 对不对 太难了 很难了 所以人家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要十年功 真的 对对对 所以好 那在台南那个创作理念 那个天官当初就是因为 我们的演出越来越多场 而且每场台下的观众 大概两三百人 那多多他爸爸就跟我说 那个严老师 我觉得你们已经真的是一个 布袋戏团了 所以他那里行的 他已经看得出来 你们已经成熟了 小团的 跟小朋友玩的 那时候如果有一些 那个剧团的规矩 没有去遵守 就算了 但是现在已经这么大团了 他说有一个很重要 叫做白仙 就是传统不带戏在演出之前 要禁告天地神明 就是要祈求一切 现场所有观众要平安 那这个白仙在野台戏里面 大概要花一个半小时 真的啊 对 这个仪式吗 这个仪式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如果看到白仙 都省略不济 台下你就会发现观众都不见了 因为太久了 然后不管是那个八仙赫寿 还是浮禄寿三仙 所以后来他爸爸跟我说 我觉得还是要白仙 那是暖场的吗 对 没有 他说这是一个传统 我不希望说我们一直在做串心 然后就把很多传统都省略掉 那我那时候也在想说 好 那我如果要白仙 我不可能拍一个半小时 那后来我就把它做一个简化 就变成天官四福 对 那以前野台布袋戏他们在演出的时候 最热闹的哦 原本可能前面都没人 但是到最后一定会有很多种会出现 因为要丢糖果 丢钱 打鲜酒 那我就观察到 这个元素很好 就是小朋友很喜欢 这比大声用广播这样飘喝来 所以我就保留了丢糖果这一段 就是素生个 那我就三位台湾演出之前 天官是多多做的 我说我们来做个天官四福 然后让天官下去跟大家握手 然后撒糖果 结果这个仪式就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都停不下来 而且现在因为天官 他到世界各国去演出嘛 我们每次出国都一定有带天官去 然后用英文告诉外国人说 这是来自台湾的财神爷 那你跟他握手拥抱 你会有good luck 所以外国人 很爱啊 排队来啊 真的 这是热情 都把他的依赖都扯破 天啊 我们都快吓死了 你很像在扮演唱会 那我想到那个拔牛毛 拔智慧毛 那种感觉 然后你知道 这几年 去年在佛光大学演出 然后有记者来采访 然后就是跟天官握了手 结果他那个礼拜得了卓越新闻贡献奖 医疗新闻贡献奖 真的 然后他自己也在脸书上发说 天官真的太强大了 结果没多久 那个佛光大学的院长也得了教育贡献奖 真的哦 对 结果现在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天官是否 因为这些事情 还有什么尾牙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跑去我们办公室说 我来摸一下天官嘛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天官是否以前可能五分钟 现在十五分钟他都还回不来 因为大家都在期待捡他的糖果 跟他握手拥抱 跟他拍照 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明星 是 他只要下去 没错没错 就回不来了 是是是是 而且别的可以少 这一尊不能少 对而且我要跟你分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2018年我们家有一个新民中医诊所的贺慕主医师 他专门在组织脑中风跟植物人 那有一天他打电话话跟我说有事要我帮忙 我说什么事 不是 他说我们他们有一个植物人脑中风的患者 然后他以前很喜欢三妹塔 那但是他在治疗的时候 他一直没有什么求生意志 所以他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天官去疗愈他一下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带着天官去 然后在他面前这样子 问说 那个我们今天来看你 天官跟你握手 因为他本来眼睛都不愿意张开 手也都不会动 但是那天他妈妈就在旁边一直跟他说 你看 小金老师带天官来看你 那你要不要打开 张开眼睛看一下天官 他真的就开眼睛的 为了要看天官 真的感动到都快流眼泪 我后来都觉得说 其实布袋戏 我很喜欢布袋戏 可是后来发现 布袋戏除了演戏以外 他还可以做好多事情 包含精神疗愈这一块 真的 所以后来现在每次要演出之前 只要在嘉宇我们音乐剧要演 我都会跟那个患者的妈妈说 我们要有大戏要演 然后欢迎你带他来看 所以他们都会用轮椅推他儿子来 然后爸爸妈妈就住在前面 你要天官师 一定要先去跟他握手拥抱 对 为了这个真的他一定要赶快站起来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一直鼓励他 因为你人如果没有求生意识的话 真的医生医不好了 在什么医也没有用 真的真的 那音后呢 音后又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做出来的 音后我也是很感动 就是当初阿里山宾馆 邀请我们上山去演出 那在演出之前 其实我们就是一般正常音乐剧演而已 但是他们的活动负责人 那时候我们刚好在星光山宾展览 他来跟我聊天 他说 心里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能不能跟我讲 他说他们宾馆门口松亭 有一棵樱后 那樱后就是樱花季 季樱王之后 第二株会开花的樱花树 赶紧结阴 他已经生病三年了 而且不会开花 没有新娘 然后都生一沟 就整棵树已经快死掉 而这棵树 它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它是107年 日本总督从日本来台湾 亲手种在松亭的 对 可是可能大家经费不足还是怎样 就觉得说 反正人景结阴在阿里山上那么多颗 明年万一樱后死掉 游客也不会知道 再一只一只过来 再选一颗 一出过来就好了 选一颗第二颗开花的当樱后就好了 然后他觉得很不忍 不用一 然后主办跟我说他觉得很不忍心 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樱后生病这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帮忙 我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一尊樱后 所以我们用日本的和服布料 然后107个樱花花瓣当裙子 他头饰也是樱花 樱花 然后请陆港春阿辉 郭宝吉老师帮我们做樱花的春阿辉 然后再帮樱后量身打造一部音乐剧叫凤鸣鸣舞 里面的故事就是樱后生病的故事 好美喔 对 真的太美了 真的我觉得不是只有真的表象的美 或者是很多猪猪啊 或者是什么刘苏啊 事实上是非常有气质的美 真的是个美女啊 对啊 所以因为她如此吸睛 所以那时候就上一篇各个新闻和报纸杂志 然后大家都知道樱后生病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民众就打电话去 一人一姓吗 没有啊 就打电话 打电话去邻屋局问说 为什么樱后生病了 什么都 不依他 对 所以邻屋局后来真的就编了预算 就请素医师 请素医来 然后就发现 哇 因后她根部那些厚重的石板 因为游客一直在那边踩 害她都没有办法呼吸 都一直被压在下面 所以她就马上 第一件事情就把所有的石板全部都掀开 她因后的那个根部 现在游客都踩不到 然后再来就是请素医给她上药治疗 所以去年三月 这些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去年三月 因为宾馆那边的人就开始跟我传消息说 诶 那个樱后开新芽了 而且有三十几棵 三年多 从来没有半棵 所以她发了新芽 发了新芽之后 去年快三月底的时候 哇 开花了 对 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今年 我都会 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好朋友了 所以我都会关心一下说 诶 那个樱后今年 新芽有没有 有啊 当然有啊 而且今年有开花了 是 好 所以呢 呃 除了有这个呃 为了这样啊 特别有一出戏 在谈婴后生病的事 然后呢 也有这个天官赐福 他也是呃 在他们表演当中 是一个非常呃 热销的一个节目 这是叫好又叫做的节目 之外 他们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啊 有呃 展出了一个神佛系列啊 这个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所有的什么文殊菩萨 好多的佛都被做出来了 呃 真的真的让很多人真的重新在认识 这些佛教里面的一些神啊 呃 这也是很值得得来来介绍的啊 那我们接下来赶快请小金老师给我们推荐一首歌好不好 好 那这一首呢 是我们呃 另外一部布袋戏音乐剧里面的主题曲 它叫做圆 那这 这里面 就是讲说这个女主角呢 她在年轻的时候 本来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 就后来被 因缘机会之下 她被带入皇宫 嗯 然后一路坐到皇后 嗯 但她心中一直 怀念着她当初的那个 青梅竹啊 对 所以她在 嗯 那个她的老公 老公过世 儿子当皇上之后 她决定就 离开皇宫 重新回到她的家乡 才发现她青梅竹马 那个男朋友 已经等她等了三十年 而且还等成老人时代 都忘记做的事情了 嗯 对 啊 当初我们在演这出戏的时候 那个佛光大学校长 那个杨朝强 嗯 哦 她哭到 在台下哭到无法至极 对 她就说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布袋戏演的 这么让人家伤心 对 这么凄美 对 就是那个主题曲 一下 所有台下的大概都哭了 真的 好 所以我们要来欣赏 这首《缘》 对 嗯 缘分的缘 缘分的缘 嗯 太好了 那我们欣赏完这首缘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请小金老师 再继续跟我们聊 他们六月份要展出什么系列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近 九九九市 十九九一怕 我心愛的人 我久不見的 是你的行業 輕輕叫一聲 我心愛的人 希望你回頭 給我一個夢 雖然經過幾路歎 心愛悠然只有你一人 我的心果如湯湯 為你驚湯南清香 一日一天一天過 春風一年一年歲 我心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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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回頭 給我一個夢 沒想到 zar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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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